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手把手做一个常用在卡点片头的萌版动画效果 一方面是最近有很多朋友私信来问萌版的动画效果 另一方面是最近比较忙 好多天没有更新 催更的小伙伴比较多 所以我想借这个效果手把手带大家来做 一边做案例 一边分享一下制作中的思考过程 帮助大家尽快熟悉自己手中的生产工具 首先我们假定在其他地方看到一个喜欢的效果 例如这个样子 最好的学习过程就是模仿 我们想做出相同的效果 可以先把它拆解一下 看一下它有什么效果组成 以第一个镜头为例 视频以几个方块的形式 一边旋转一边放大着飞入画面 横向排列在一起 然后一边旋转一边从直角边变成了圆角边 然后垂直方向上拉伸变成长条 最后拼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 拆解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在Final中我们使用哪些工具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先在时间线上放好测试的素材 这像是一个反向的裁剪效果 打开屏幕控制组件 切换到裁剪模式 在修剪模式下 拖拽测试一下 就是这样的类似效果 只要我们能控制相同的五个裁剪框 以同样的方式做出缩放 旋转 位移 直角 圆角的变化 就能得到刚才类似的效果 但是检查器中的裁剪参数非常少 不足以得到我们刚才的这些丰富的效果 所以按照这个效果思路 我们再去寻找能达到类似效果 但是控制起来更方便 调节参数更丰富的其他类似效果 我们去效果窗口中找到遮罩选项 找到形状遮罩 测试一下 大小可调 旋转可调 语化的大小面积可调 边缘是直角还是圆角可调 这样就满足了我们对最终效果的所有要求 按照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把形状遮罩直接扔到素材上 只得到一个效果 而我们的案例中是有五个这样的方框素材 拼成了最终一幅画面 所以我们要加五个遮罩 在同一个素材中加入多个遮罩 遮罩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 所以一般会把素材复制五份 每个素材加一个遮罩 最终轨道上的素材就会是这个样子 五个视频叠在一起 视频多并没有关系 可以把它们做成复合片段 多条素材的问题在于修改麻烦 当我们需要替换效果 或者把效果放到其他视频上去使用的时候 需要把五条素材逐个替换 为了方便以后在其他素材上再次使用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到Final的发生器资源库中 找到颜色发生器 在这个白色色板上添加形状遮罩 做好效果之后 使用混合模式中的Alpha通道模板模式 可以达到在视频上直接添加形状模板一样的效果 最终做成一个全是由白色方块组成的效果 差别是你可以把模板层做成一个复合片段 把它保存起来 将来在任何一个项目中使用 需要替换素材的时候 只要把它放到新的素材上 或者拖一个其他素材 把老素材剔掉 就可以快速地重复使用这个效果 好 既然确定了这个实施方案 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 在白色背景板发生器上添加形状遮罩 可以使用屏幕控制组件拖拽 也可以在检查器中直接修改数值的方式 去掉语化值 去掉边缘曲率 调整大小 然后复制五份 我们可以选中之后 按着Option键拖拽 直接复制一份 调整一下轨道高度 方便在时间线上操作 逐个选中白色方块 把它们横向排列在一起 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窗口右上角的显示下落菜单 勾选显示水平 可以帮助我们辅助对齐位置 摆放素材 在移动的时候 我习惯先移动一个大致的方向 然后去视频检查器中 详细调整参数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介绍过XY轴参数的详细控制 左侧两个方块的XY轴 和将来右侧两个方块的XY轴 正负刚好是反的 所以我们确定了一侧的位置之后 另一侧我们可以直接输入相同的数值 只是调整正负符号就可以了 例如中间这个方块 它的位置是负776 那么右侧中间的方块的数值 我们也改成相应的正776 位置就完全对称了 左侧第一个方块 负1551 同样最右侧的方块 应该是正的1551 这样就得到了五个排列在一起的白色方块 下面我们需要做的 让它们在开始的时候逐渐缩放 然后有一个释放的动画过程 就是我们来做运动关键帧动画 让每一个方块在开始的时候 都是从屏幕外一边旋转 一边缩放飞到现在的位置 同样我们先做其中一个的动画效果 选中第一个方块 运动关键帧 我们可以打到这个白色方块的视频上 也可以打在遮罩滤镜里面 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控制缩放 在这个案例中 我尽量都使用形状遮罩中的参数 来制作关键帧 在画面第一帧的位置上 添加位置旋转和缩放的关键帧 选择一个动画结束的位置 再添加一组关键帧 锁定当前的数值 然后把画面第一帧的位置 关键帧的数值修改到让它缩放着 旋转着到画面之外 播放预览一下效果 速度太慢了 我们可以调一下关键帧的位置 在时间线上选中素材 按下块键键Ctrl V 可以打开视频动画编辑器 调整第二组关键帧的位置 向前调让它速度快一些 调到合适的位置 这样第一个效果就做完了 把播放头移动到第二组关键帧的位置上 在时间线上做一个定位 然后依次打开剩下五个方块的动画编辑器 在相同的参数和相同的位置上 按下OptionK添加关键帧动画 OptionK是在播放头所在位置上 为所选素材添加关键帧 这样就保证了 每一条素材的关键帧位置都是一致的 间距也是一样的 这里我只选择对齐关键帧的位置 而不是复制关键帧参数 是因为这五个方块 它们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但是初始时的关键帧是可以复制的 因为它们同样都要从画面正上方的位置 一个一个的飞出来 所以初始的位置我们来复制 选中第一个方块的第一组关键帧 按下快捷键ShiftOptionC复制关键帧 然后再选中其他方块 按下ShiftOptionV 这样关键帧带着参数 就粘贴到了第二个方块上 依次粘贴完五个方框 我们来播放一下 好我们得到了五个方框 同时从画面外一边旋转一边缩放 排列组合了一个红排 注意这两组关键帧 一组我们只对齐了位置 参数是不同的 另一组位置和参数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使用了关键帧的复制和粘贴 这里还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在对齐它位置并检查的时候发现 虽然我们只使用了其中的一个参数来制作效果 但是其他参数也在占着轨道高度 非常不方便 我们同时对齐五轨或者多轨的关键帧位置 我们可以选中素材 按下快捷键ShiftCtrlV 这样就可以在动画编辑器中 只显示一行的参数 在参考视频中 每一个方块都是在前一个方块播放完之后出现的 按住Shift键 再点选关键帧 可以一次性多选几组关键帧 用鼠标拖拽的方式 我们让每一个方块的关键帧 在轨道上形成这样一个阶梯状 都是在第一组动画播放结束的时候 第二组动画才开始播放 这样就完成了五个方块的开场动画 下一组是他们同时向右旋转一个小角度 直角变成圆角 老样子 我们还是先做其中一个 在时间线上随意确定一个大概的位置 添加旋转和曲率的关键帧 向后移动一点不放头 换到一个新的时间位置 再次添加曲率和旋转的关键帧 并修改数值 变成圆角 并向右旋转了一点 我们播放确定一下速度 调整一下间隔时间 没问题的话 我们按着shift键 多选这一组关键帧 按下快捷键 option shift c 复制这组关键帧 然后使用option shift v 依次把它粘贴到其他方块上去 这样就得到了五个方块 同步旋转变圆角的效果 然后我们做最后一组效果 就是垂直方向上的拉伸放大 我们在动画开始的地方 给歪轴的缩放 添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移动一下播放头的位置 到动画结束的位置上 再添加一个歪轴的关键帧 上下拉伸至充满全屏 播放确认一下动画时长 按住shift多选这一组关键帧 option shift c 复制这组关键帧 option shift v 粘贴到另外五个素材上去 被粘贴的素材和相应的参数 要在高亮选中状态下 我们完整播放一下 确认一下效果 这里发现一个问题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区域 白色方框没有覆盖到 我们需要单独调整一下 它两侧的缩放 这里要注意啊 你去拖拽它的时候 默认情况下 它是对边也跟着同时移动的 按住option键 再用鼠标拖拽 它可以只改变单侧的位置 也可以再复制两个方块层 分别放在左右两侧 因为合成模式中的 α通道蒙版 只能对下一层起作用 我们这里用了太多的 白色背景层 我们需要把它合并成一层 只对下方的 视频素材起作用 方选所有的白色方块 按下快捷键option g 把它打包成一个合成片段 然后选择这个合成片段 去它的检查器中 修改混合模式参数 到α通道模板 就得到了我们最终的效果 大家用这样的方式 做练习或做效果 可以把这个复合片段 复制一份 放到一个专门的资源库中 就是你自己的模板效果库 非常方便将来在任何一个时间线上 重复使用 而且只使用了内置的发声器 和关键帧动画 没有使用任何插件 也不会有final升级之后 需要升级对应插件的烦恼 今天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学习的思路 大家不要把关注点放到效果上 看到别人的效果 我们可以尝试尽量使用自己熟悉的工具 想办法实现它 在实现的过程中 学习并熟练我们的工具软件 大多数我们常见的效果 都可以通过蒙版 滤镜 或者转场 配合关键帧动画来实现 平时多做这样的练习 来提升自己对工具的熟练度 加快思考和制作的过程 我们要学会偷懒 真正干活的时候 大家可以多使用插件 能复制的关键帧参数 效果尽量都复制 来更快速的完成效果 但是练习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插件 专注提升自己对软件的熟悉程度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胖胖熊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加关注啊